嗯 好吃 嗯 你喜歡嗎 不喜歡 這個菠蘿 嗯,好酸 菠蘿好吃 這次不要了 這次不要了 我們沒有一個固定的開啟嗎 沒有 好啦 OK 1,2,3 大家好,我是麥克斯 我是你 OK 1,2,3 3,2,1 1,2,3 1,2,3 大家好,我是麥克斯 我是Mia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啊啊啊啊啊啊啊 Running Cass 那個,今天上節目的食物都在這裡面 我們都是昨天去超市蠻好的 天哪,這是這個肉粽子 我們還有桑黃瓜呢 據說最難吃的 最難吃的 最難吃的 怎麼包裝這麼大 支持一下那個別的 這個就是一罐子的意思嗎 這麼大嗎 沒有小罐的嗎 賣來挺快的 吃起來還挺適合的 還有好幾種大小的 這是最小的嗎 開始 那今天呢我們要給大家試吃一下 德國的這些奇奇怪怪的食物 其實我是讓我的那個 讓老帕 啊啊 對 和我一些德國同事 來給我推薦 給我寫張單子 就是說你們德國人覺得 外國人最難接受的德國食物是什麼 他們自己覺得很奇怪的食物 或者他們聽外國同事啊 朋友說起來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他接受不了 所以最後從那個單子裡面 我們就挑出來一些我們倆覺得還蠻奇怪的 OK 那今天我們就是來看一下 我們都拿了哪些食物 首先是這個 糟糕烤子 是酸菜汁 不是用來做飯用的 它這上面寫的是 Dieter的是嗎 對 他們說這個 你要是有這個 嗯嗯的問題的話 你喝下去 你哪邊叫 嗯 就是 嗯 嗯 嗯 我以後我也想嚐到別的 哈哈哈哈 好像是對肠胃的消化特別管用 就是因為酸 因為酸發酵的東西 所以要不這個我們留到最後 因為我怕喝完以後就 就 Koenig of fish chasers 應該是叫毛屋之士 它是這邊的健身達人 特別喜歡吃的食物 因為老趴當時 他是跟著一個健身網紅 然後那個一個月 他們是每天只吃這個 那他還吃了一個月 他吃了一個月 但他是一個幾度自律的人 就是再怎麼難吃 對再怎麼難吃 就是只要我能擋雞肉 我還能吃 那我覺得應該還好 以一個東北人的身份 來介紹德國的血腸 我之前吃過這個 我把它放到了酸菜裡 然後跟五花肉 五花肉什麼的 就是混加在一起 東北血腸的口感是不一樣的 這個很 很硬 Hellings fillet 有那個奶油之類的 這個德國人他們吃的時候 一般是配土豆 加鹽水煮了之後 盤子左邊放了土豆 右邊就放這個 我們今天一切配吐司 吐司配一切 對對對 就像我們上次一樣 這個其實沒有在那個list上面 雞肉在牛肉凍裡面 並且配上了酸黃瓜和甜椒 Romops也是飛魚的這個魚片 中間捲上了酸黃瓜 然後泡在了酸黃瓜有關 對 泡在了洋蔥裡面 就是這個很酸 你看它這麼多的醋跟酸黃瓜 那它裡面只有0.7克的糖 那這兩個的區別不就是他家的creme 硬成多歲了 最後一個是很特別的 夏威夷三明治 雖然叫夏威夷三明治 但它其實1950年左右 一個電視廚師吧 自己創作的一種菜 然後剛剛吃 是非常受歡迎的 一片吐司 上面抹一點黃油 熟的火腿 罐頭菠蘿 再加一片cheese 然後放到烤箱裡面給它 把這個起司融化掉 誒等一下 菠蘿加肉 這不是菠蘿古老肉嗎 我們先吃啥 先吃 好吃的吧 從這個腸開始 吃 感覺應該是最好吃的一個 要等一人一片 先一片 先一片 你確定了 還能吃吧 哎呦我聞著 特香 這怎麼吃 哇這個味道 對吧 我覺得挺好吃的 我覺得很奇怪 What happened 肉也是酸的 然後凍的也是酸的 黃瓜也是酸的 辣椒也是酸的 辣椒也是酸的 它想起來 然後我進裡面 那個Ross 就是腳變酸的的味道 這片先放點吧 下一個 我們把它吃完吧 再炒一點 做幾個味道 掉了一塊 我覺得雪肠真的好吃 你吃點這個 不差來的吧 其實這個不會差來的 這個不會差來的 你覺得像發了霉啊 這白的 是 肥肉 肥肉什麼 加不起來了 感覺如何 不損 它是有一種 肝的味道在裡面 它有肝的味道 血我好像沒有嚐到 血的味道 它不腥 血的味道 腥 好甜 我太餓了 讓我先吃 這沒用 我覺得還能吃過 冬孔的那個 豬血腸 一般都是蘸蒜醬的 蘸蒜醬 蘸蒜醬 我覺得很開心 這個 滾得像希臘酸奶 聞的也像酸奶 我覺得還 嗯 很香 這是要放在幫忙吃的 我受費搞什麼 你別摸那麼痛 行 知道 有點酸 好吃 大海母親的味道 這很香 很香 很有香啊 感覺還不錯 有嗎 有 有 很高利 一口啊 一口嗎 一口 聽起來大風脆啊 挺好吃的 不好吃 首先 它非常酸 你在嚼的時候 會分泌出一些 麵粉的那種感覺的東西 我吃了一個鍋 這鍋好像沒發音 一個鍋不能吃 試一下 來吧 蒜還剩一口咖啡 蒜 咖啡不搭 我的牙 我眼淚咬出來 我聽得太酸了 沒吃出來口感 我嘴裡只有酸 它有一種海鮮的那種腥味 你不覺得它回味有點 甜 腥 但是我們還剩一個 不要 這酸紅了 真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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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蔥 哦好多洋蔥啊 很好吃的這個 終於吃到了點像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 下位於Toast的配酸菜汁 今天的那個 電堂級食品 已經烤好了 HawaiiToast 看起來特別的有食慾 為了配這個電堂級的食品 我們還有這個電堂級的飲品 你要多少 嗯 5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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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500毫升 5毫升 對可以喝100次呢 啊我的天啊 哦真的是菜的味道 這是酸菜 就是感覺你是醃酸菜 醃剩下的那個 那個汁 鹹 鹹 酸 酸菜和白肉的味道 就是你只喝菜湯的那個味道 你把那個雪腸加進去 誰買的啊 超級超級難喝 它的中藥哪個能喝 它難喝啊 哦對 這個呢是我 我已經買了它有半年多了 這半年多呢 是中高台我們倆打賭 過期了 當時我們倆想打賭 我們倆就說那個 誰賭輸了喝它 對想賭輸了 然後這個賭至今都沒打 沒有人想喝這東西 你輸了 對 來吧來吧吃這個 好吃 嗯 你喜歡嗎 不喜歡 這個菠蘿 很好吃 菠蘿好吃 然後今天我覺得我最不能接受的 覺得最噁心的 不是 烈奇的德國食品應該是這個 Romops 你能接受酸菜汁 重來重來 最不能接受的應該就是它 No.2 酸菜汁 Top2 就是還有這個Romops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是今天吃到的 是我這一輩子不會再吃第二次的東西 Like-wise 不要買 不要嘗試 不要買 我相信 就是這個東西它有更好吃的版本 最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不錯 酸奶裡面泡了這個魚 還挺合我口味的 嗯 還有這個Kawaii Toast 我覺得也OK 哦 不不不 我要改答啊 不不不 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 就是你讓我再吃半塊這個OK 你讓我再吃半塊這個 不OK 你讓我再吃半塊我還沒吃 It tastes like meat 我覺得這個菠蘿也很好吃 對 我覺得這個心配也很好吃 那 謝謝來玩看 呃 啊 啊 啊 這真的那麼噁心 這真的那麼噁心 怎麼那麼噁心 怎麼那麼噁心 然後你就讓我坐在這個 你讓我先讓你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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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